欠錢跟佩琪有吵架 喬你要離婚 市長知道要插錢 女婉嗎 謝謝 要插錢女婉嗎 要插錢女婉嗎 從不容易找到女婉要插她了 柯文哲不斷偷笑 欲言又止 不瞞官傳局長檢院的秘密 被猜中 柯文哲團隊 率領所有的贊助朋友 今年二月 柯文哲跟老婆陳佩琪 一起登節遊行曬恩愛 現在被爆出 柯文哲回家問陳佩琪 家裡有沒有兩千萬 陳佩琪嚇到以為又被罰了 柯文哲才坦承 是登節花得太兇 這場掐死官傳局長 市長曾經是救人的醫師 那麼而且 這裡也不是鐵寫市政廳 我也沒有聽過市長講這句話 那我也相信 這個市長不會隨便就掐死人 據了解陳佩琪吃下湊苦水說 乾脆離婚好了 跟我拿兩千萬元 只能抵押房子 不想再當什麼市長夫人了 犯不著讓自己跟小孩一起 往懸崖跳 佩琪姐很生氣的 事實上 特別登節九天狂燒一億兩千萬元 公共預算只有五千四百萬元 扣掉民間贊助還超之兩千萬 好市長時代到現在 都是維持五千四百萬元 第一個我們不可能用工部門的錢 在支出 第二個我們也不可能用市長 或是市長夫人 她的個人薪水來支出這些公的費用 台北丹節首度醫師西門町 事後讓柯文哲民調回升 沒想到是花錢撐場面 也難怪柯市長氣炸了 接著臨時見陳佩文台北報導